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3日 星期三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研究中國大陸要武統台灣的問題 好像內地 網民真的好像有患上思覺失調 他們現在真的在說 武統台灣好 可以用 台灣 攻擊完台灣 拿了台灣政府的收入 拿來改善民生 的確大利好 Tony昨天也說了一些類似的事情 我今天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要分享這一則奇怪的文章 統一後 去台灣省買房 怎麼選 這個 真的令人覺得內地小粉紅真的有一點 思覺失調 你連絡香港買樓你也做不到的人 竟然研究打完台灣之後去台灣買樓 你以為內地會讓你無端端去台灣嗎 台灣 是特別行政區來的嘛 你有沒有聽書的 講到明用一國兩制模式 去統一台灣的嘛 換句話說台灣是特別行政區 即使當你贏了 不是你說下去有得下去的 買樓真的是思覺失調 只是這件事也足夠反駁 不過不要緊 這節 繼續分享一下他們奇怪的思路 再說之前 請大家就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上四節就已經說了內容 請大家幫我們點擊廣告 用無限loop大發 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這裏也提醒大家 接下來11月6日就是本台網聚 已經 接不接受報名 已經滿了人數 希望這個集會大家記住新的 加多兩句的口號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再加兩句 香港建國 事在必行 我們一定要以這個作為目標 以這個作為目標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但是你不設定一個更好的目標 永遠都不知道自己在去哪 尤其是很多 模模糊糊 說自己是民主派 隨便前面塞兩個民主兩個字 就當作做了事 這一點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這個根本不是抗爭 根本不是對抗 根本就是偷換概念 如果你說要否定 要建國 建國沒有甚麼好處 我們繼續回到一國兩制框架 首先第一 一國兩制框架是完全死亡的 事實已經證明了 你現在的香港 就是一國兩制 如果你能夠在 建國和香港獨立以外 提出到一個香港 可以有 以前的核心價值 民主自由 不受中國內地干預 的框架出來 是可以做得到 成功的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 講港獨和建國 就是因為根本沒有任何辦法 所以為甚麼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就是因為你除了 自己有自己的主權之外 你沒有任何辦法 去確保你的自由和民主 這個就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 換句話說 你今天支持香港獨立 香港建國 其實也是迫於無奈 是責任 是道義 一定要這樣做 為了香港你就要這樣做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其實也是被迫著 這裏不差得太遠了 說回思覺失調的患者 這班人 繼續在幻想世界裏面 生活 是無他的 人是要有夢想 最重要是夢想 比較現實 我實際上覺得 我們香港建國比武統台灣還要更加現實 他們可能再等多100年 也未必會去武統台灣 雖然現在的樣子有機會會動手 有機會動手也不代表他一定會動手 因為實際上他們可以動手的 籌碼實在太少了 說了那麼久 還是要研究一下 去台灣省哪裏買樓最好 跟大家一起研究 首先台灣省 城市發展現狀 因為海叔 向來喜歡微語籌謀 總是喜歡 就是 做事先人一步 既然是這樣 你先買好鵪位 是不是 買好墳墓 你反正預計台海會爆發戰爭 為甚麼不做這個 這個 死人生意 根據胡錫進說法 有大量的美軍會死亡 我是你 買好地方 預備拿來撞人 對於明顯的投資機會 總是下意識要提前 預備 準備好 預備突發的時候即時調用 這個態度我也喜歡 雖然他裏面說話是癡人說夢 但是未語籌謀 四個字我就很難反對 事實上我們也是要做微語籌謀的工作 所以關於台灣 房地產投資的事情 我早在2017年就跟我的前同事 豁胡寶島人 即是台灣人溝通過 台奸出現了 大致對台灣將來統一之後 各個城市發展前景有初步的了解 以及判斷 今天 海叔叔心情好 就跟大家免費分享 你本身的資訊也是免費的 用不免費分享 我也想付費分享 台灣省 目前 3.6萬平方公里 2020年台灣的 國民生產總值GDP 就是4.58萬萬億 人口是2360萬 這幾年 網絡上黎曼著就是嘲笑 報導 井底之蛙的各種言論 似乎在網民心目中 台灣是比較落後 但是實際上 當我們把台灣省的數據跟大陸城市對比一下 你就會發現 情況正好相反 台灣 就是非常之經濟上面領先中國大陸 這句就是我說的 文章就說台灣省 依然是中國經濟的領先區域 真是好笑 但是大家都不要笑 如果一個不小心 就有機會報香港後塵 香港就是原本 跟他們是完全分開 截然不同的地方 然後 香港的經濟也比中國大陸領先很多 再走到今天 整個香港就被吞了下肚 現在還要攬炒香港 所以 笑還笑 也要認真去想 如果你真的放鬆 不去認真看待 這些笑話有機會就會成真 所以不能調以輕心 戰略上輕視敵人 但戰術上要重視敵人 這個心態上也很重要 我們繼續研究 雖然稱為台灣省 但是只有3.6萬平方公里 是重慶面積的43% 而且地域 三分之二都是幽靈 山地 所以我們就拿台灣省的每一個城市來做比較 跟重慶和上海做比較 重慶人口 3100萬 上海人口2400萬 台灣省人口2300萬 台灣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是贏了上面兩個地方 上海 重慶也不夠 台灣的GDP總量和人均GDP都是超過上海 你現在才知道 你不會真的以為 台北的樣子有些落後 台南的樣子很落後 建築物落後 你以為建多些摩天大廈 你的GDP比人高嗎 你現在才發現原來 摩天大廈不代表你的GDP 你看 真是多可悲 不要緊 我們現在也是要研究買樓 到底我們應該在哪個城市買樓呢 具體就開始分析了 其實香港的朋友應該相當熟悉台灣 因為台灣就是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的熱點 大部分台灣的城市都是香港人熟悉的城市 包括台中 台北 高雄 台南等等 台北還可以劃分為新北 和桃園 因為 就是幾個不同的大區 文章繼續下落 從人口上面看 人口最多的是新北市 高達400萬人口 經濟上 新北也是台灣省第一名 統一之後 到底我們是否應該首選置業在新北呢 文章繼續說 我們不可以單純因為人口和經濟下定論 要投資 就是要講成長的 海叔認為未來要考慮 增長的空間 真的是 其實是一個地產廣告 不過就變了 討論台灣 這裡也不得不反駁 其實如果你要研究增長論 你就要首先研究到底新北的樓價 是不是已經 升超過其他城市 你才會討論那個價值 如果不是 單純看人口 就一定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樓價是升得最厲害的 所以 這個法則其實在全世界都通用 包括香港 香港的樓價 全世界第一名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為香港 地 是有限 但是人口就不斷在增長 而且也因為 原本是國際金融中心 相同地 倫敦的情況也是一樣 但是倫敦跟香港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倫敦可以不斷 向外擴展 但是香港就不行 因為三面都是海 而北面是深圳 而事實上倫敦人口那麼密集的 城市 樓房的價值 升得相當厲害 文章繼續說 說了那麼久分析 他就覺得新北 未必是最好 不好意思 我經常發音 說得不好 我都發現這個問題很久了 我經常說了北 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說得有點累了 總是 北字 一直以來發音也有一點問題 我經常說北韓 我們不要緊 我們跳一跳 講一下他的結論 他的結論到最後沒有選擇 台北 他選擇了台中 他就說統一之後 個人最看好就是台中 因為他做了 地理的分析 這個有機會按照 他那個思路去想像的人 有機會可能真的是中原人 他就認為台中在台灣的中間 對 附近四通八達 所以他就看好這個台中 這個就是一貫 中原人的思想 有機會這個作者 可能就不在 沿海城市 當然根據他的筆名叫武漢海叔 可能真的是駐武漢 但是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駐武漢 真的純粹是網名 但是我也想說 雖然嘲笑這個文章 但是我也認為這個思路 不是錯的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比較缺乏的思路 實際上因為我們面對過 香港地方有限 你也 很少會去思考一個國家 用一個國家的角度 去考慮那個地方的發展 香港就是長期被人訓練到你只是想買自己的房子 實際上對於一個地方的整體空間的發展 也因為你香港 沒有得出聲 你就從來都不會想這件事 實際上如果回到 國內比較多 或者去得 世界不同地方多 我都會覺得他這個看法 不是錯的 就算是在英國的情況也是一樣 如果想發展 以英格蘭做為例 其實一般很多人都會推介倫敦的北面 原因也是因為倫敦的北面 就是容易銜接倫敦 北上 去其他大城市 例如百明漢 和萬城 交通就有樞樓的作用 所以 對於一個地方比較大的 國家來說 所以他們的人 想法 相對我們香港 一般的想法 就是廣闊一點 因為他們有實質的需要 亦有實質的活生生例子 當然我不是要稱讚他 實際上你真的拿到台灣才算 雖然我個人也覺得台中也不錯 不過再說 既然現在 中國大陸可能如箭在言 我們 站在反共 反中的立場 任何人 現在這一刻 也絕對不應該投資台灣 除非 台灣真是可以把這個 陰霾 可以徹底抹去 不過這件事 也沒有甚麼機會 所以如果要 離開香港 暫避 逃亡 又或者再發展 無論如何 台灣 也不可能排在 頭幾名 按照順序 應該是英國排第1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排第2 然後才有機會 去台灣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講到這裏 他真的有一點思覺失調 你真的拿了台灣回來才說 如果你打完台灣 拿回來 台灣也會被你打到爛熊熊 所以他們想起來真的很奇怪 我們現在 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什麽 那你 打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